真的就是二十二道菜 这个随便走一段路就可以吃十几颗了 真的很像这个炒店里面会出现的菜色 Hello 大家好 我是马铃属下燕玲 我现在来到了宁夏夜市 跟大家说我真的超级久没有逛夜市的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疫情的关系嘛 就有很多人其实不太敢逛夜市 就担心会有群聚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台湾的防疫做的真的是非常的好 就算逛个夜市呢 其实也不用担心 因为有食联制 有量体温 然后我觉得台湾人都很配合 每个人都会戴口罩 但是呢 如果你还是很担心想要吃夜市美食 但是又不想要排队人挤人的话 我跟你们说宁夏夜市呢 它有个活动 我自己觉得很酷耶 你知道他们有办一个所谓的千岁宴吗 没有 它就是有点像台湾的那种反抖 一桌呢十个人 二十二道菜才三千五耶 因为一定会有人好奇想要问说 千岁宴到底在哪里办 那就跟着我走吧 我们Let's go 其实今天人还蛮多的耶 来 我看到了千岁宴 请上二楼 所以呢 就是要走这边进去啰 别忘了 哪里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 各位 你们看一下这一桌 真的就是22道菜 然后10个人 我觉得 这个10个人真的吃得完吗? 这个我绝对吃完 这个我看15人吃都绰绰有余欸 对不对 而且这个价格一般的还成超 真的 这一桌菜你们绝对想不到 它是夜市美食 它是庶民小吃吗? No 我觉得它看起来 超级像那种饭店级的美食了 你看它的摆盘 然后它的菜色 好 我先来吃第一个鸡排 因为刚刚呢 他们一直很狂推荐这一家 12盎司的鸡排 你看那个鸡肉的厚度 超级厚 好 我先来试吃第一口 太脆了吧 它是薄皮的那种 它不像有一些要皮很厚 它这个炸鸡排的皮啊 就是薄薄的一层 然后呢 它这个肉超级的扎实 就是满满每一口呢 都是塞满这个鸡肉的 鸡肉真的是一点也不干柴欸 很juicy欸 它可以咬到那个鸡汁 这个真的很好吃 难怪畢哥要马上先来试吃这一道 好 再来试试看这个臭豆腐 听说是宁夏夜市人气很高的义品虾 你吃过吗 我每次来给你吃这一家 真的喔 这家很有名欸 难怪这么多人排队 我通常每次看到人排队的啊 我都不会去排 因为太多人了 就很浪费时间 今天我夹的时候已经感受到 它那个皮炸的非常的酥脆 它的外皮非常酥脆 而且里面呢 那个豆腐呢 非常多汁 豆腐也会吸附那个酱子 所以会有一种咸香的口味在 好 再来就是台湾很经典的小吃 蚵仔煎 光看它的外皮啊 上面真的是很恰恰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它的蚵仔也放很多欸 它是搭配蔬菜啊 蚵仔鸡蛋一起煎 那我也来试试看好了 喔 这一大块都有撩起来了 哇 我最近真的是走一个海鲜路线 我试试看 我特别喜欢它的酱子 我觉得它跟蚵仔煎搭起来就是丸 马来西亚的朋友来台湾真的一定要吃蚵仔煎 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多观光客来台湾也是必吃的一个经典肉肉饭招牌 就是无虚招 对 很有名开了很多的分店 它的饭应该是给的很扎实的那种 你看这一碗就超重的 它乳汁乳的非常的入味 吃完抿一下嘴还会有那个黏黏的那个胶脂蘸 而且我觉得它的饭也是那种粒粒分明的欸 很油亮 你可以搭配咸酥虾 搭配油肌 搭配蔬菜 真的很像那个炒店里面会出现的菜色了耶 还有一个呢也是还蛮吸引我注意的 哇这个也是炸的好卡滋卡滋喔 很大一片欸 炸蛋葱油饼也太酥了吧 大家听听看喔 很像饼干 它真的太酥了 哇 蛋也是很大一片 然后有搭配九层塔 因为有一些炸蛋葱油饼不是炸了 会感觉吃起来很油腻吗 这个我觉得还OK欸 我觉得这个好贴心喔 因为千岁燕总共有十人份嘛 所以呢你看它已经分装了 而且馅料真的是非常饱满很扎实 这个你知道有我阿嬷的味道吗 就是呢我每次来台湾呢看到润饼呢 就会想起以前小时候阿嬷会做薄餅给我们吃 台湾的润饼跟马来西亚的薄餅其实是一样的 这一趟我每次逛完夜市啊 我都会打包带我去当宵夜 喔真的喔 它很适合当宵夜的一个小点心欸 因为它开了70年以上喔 这么老 所以吃的就是它的沟渣饼 这个饼皮超级软嫩的 而且你看喔 它的皮薄然后馅很多 就是有蔬菜爽脆的口感 有化身颗粒 然后要搭配那个红椒肉 这个口感的层次非常非常的多 嗯 大肠包小肠 怎么它是分离的 是不是因为呢有食人要一起吃 如果包在一起的话 好像感觉很不卫生喔 大家一人一口对不对 所以你就自己包起来 一口糯米 一口香肠 类似就是这个味道 喔还有素菜也要加进去喔 这个蛮酷的 也很贴心欸其实 听说这个炒米粉也是很公渣比 欸它是短的耶 因为它是台式 那我就来试试看好了 嗯嗯 有蒜溶味 如果喜欢吃蒜的人 可能会很喜欢这个炒米粉 因为它满满的蒜香味 一般的炒米粉它必加的调味料 除了辣椒之外 就是蒜头 难怪我觉得坐在这边 就闻到它那个蒜香味 其实蛮重的耶 它这个还是带有一点湿润的口感 就是也不会说很干的那种 这个米粉OK喔 再来试试看那个章鱼燒 这个章鱼燒呢 其实它里面有不同的馅料 有章鱼 有虾子 有香肠 它的上面想像柴鱼 海苔粉跟美乃滋 它的章鱼燒的章鱼很大块耶 因为有一些家的章鱼燒 它的章鱼都小小 可能吃不太到 对 它那个章鱼超扎实 很Q弹 而且很大块 其实鸟蛋也不小喔 你看 那个章鱼燒跟它比起来 其实它们都还蛮大的 好我试试看一个小鸟蛋 嗯 很shouch啊 这个随便走一段路 就可以吃十几克了 我现在来吃牛肉 这个超下饭的 这个也是很台式耶 对不对 因为沙茶口味 嗯 我觉得它的牛肉 应该我先腌过吧 而且很滑耶 不干彩 很入味吗 它的牛肉 嗯 其实我这样看就觉得 这个菜很好吃 因为它是用沙茶炒的 哇 看起来好好吃喔 这个牛肉它很厉害 因为我之前来喝的时候 才发生 它有得过台北牛肉面汁 有得奖喔 你看它的厚度非常的厚 真的耶 你要认真品尝看看 牛腱肉啊 最害怕的就是你知道吗 金太硬很难咬 对 而且会柴 这家真的是做的蛮滷味的 它们说这个汤是用蔬菜去熬的喔 不是用大骨去熬的喔 所以它会非常的清甜 有那个蔬菜的甜味 难怪跟它的牛肉非常搭 这个会得奖啊 真的是十字名歸 它真的很好吃 我光这样看我就很想吃了 好可惜我不能吃牛 大家都知道呢 其实版罗最后不是都有甜点吗 来我们的甜点 这个是青蛙下蛋 其实我以前啊 完全不敢喝青蛙下蛋 oh no 因为它青蛙下蛋 它主要的食材就是珍珠 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 我以为是像那个奇鸭子 那种一粒一粒一粒啊 很小颗那种 就看起来很恶心的那种 好 试试看 嗯 我刚刚也有吃到爱玉 难怪这么Q 然后它的珍珠也是蛮Q的 其实它里面的那个馅料也是蛮多的耶 好 再来试试看这个地瓜球 很大颗喔 这一家地瓜球 哇 其实一般人光夜市啊 不可能吃这么多大 真的 因为你可能吃两个就饱了 而且我跟你说 你看喔 一个人350 就可以吃这么多的菜色 你不觉得呢 超划算的吗 平常随便逛夜市 随便也要喷掉三四百吧 对 因为有时候逛夜市啊 这个想吃 这个也想吃 但是就怕吃不完 没错 然后像这种千睡宴就很好 就是大家一起吃 吃22道菜 我觉得是还蛮好的耶 好 我们已经结束刚刚的千睡宴了 其实呢 后面没有拍到给大家看 我们呢 有邀请了很多好朋友来吃 因为呢 光这一桌呢 22道菜呢 老实讲 如果只有我跟小编 真的是吃不完 我还好我中途叫朋友来 其实宁夏夜市呢 它总共的摊位就有180多家 然后店面就有20多家 加起来就有200多家 200多家里面呢 有800多道小吃 我们才吃22道你想 每一次的22道菜呢 都会轮流替换 所以呢 每一次都会轮到不同的店家 所以下次来的时候 这个话也跟今天是不一样的 真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体验 特别想要推荐给外国的朋友 但是呢 大家一定很好奇 到底这个千睡宴要去哪购买了 大家呢 可以上宁夏夜市的粉丝页去购买 我觉得是真的很推荐给大家 好 不知道大家喜欢我们今天分享22道菜里面 你们最喜欢哪一道小吃呢 也欢迎在我的影片底下留言告诉我 今天我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再见 再见 还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